購買的西瓜 西瓜 手拿菜刀一刀皮下去 聽到漏氣聲 夫妻倆立刻往後閃 就怕整顆大西瓜突然爆炸 仔細看原來是西瓜皮有裂縫 還冒出白色泡泡 丈夫憋氣重新抓起菜刀 切開 太太一口口令丈夫一個動作 但頭彎一邊 因為西瓜散發難聞氣味 好臭 有臭味 真的不行 真的是動尾屌辣快吐了 菜刀還插在西瓜上 丈夫轉頭就跑呼吸新鮮空氣 太太事後把影片PO上網 自嘲細緻的泡沫 看起來就很美味 冒泡就覺得真的不能吃 怪怪的 或者是壞掉放太久 底下網友也留言 土泡泡了快急救 感覺快驚爆了 通知拆蛋小組 但是西瓜怎麼會冒泡 原來第一個可能是過手 再來水上泡水 另外就是運送過程破裂 微深入侵入發酵 產生二氧化碳 長時間下去 恐怕就會爆炸 用的話會產生有腹腺拉肚子的現象 提醒民眾夏天到了 不想買到炸彈或流血西瓜 選購前最好先多敲多聽 以免買到不定時的 雪果炸彈 記者的一關張王書宏 台南高雄報導 好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